原标题,伊万卡为儿女学中文操碎心,因老师一句话去找校长 海外网11月28日电,美国第一千金伊万卡的女儿阿拉贝拉贝唐诗唱中国歌曲的视频近一段时间风靡整个华人圈 大家都很惊讶于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中文怎样如此流利,究竟是跟谁学的? 据美媒报道,伊万卡的孩子从小就跟着华人保姆学中文,并且很小也被送到语言学校进行强化训练 一位中文老师爆料,伊万卡对孩子的中文学习非常重视,竟然因老师说阿拉贝拉中文并不纳腰出色,而立刻亲自跑到学校去见校长 据美国乔报网报道,梁胜凤是阿拉贝拉的中文老师之一,任教于曼哈顿上东城旋转木马语言学校 这里的学生都是富家孩子,他记得2015年2月,阿拉贝拉从另一个学校转来到他班上学习 当时他并不知道阿拉贝拉是出生名门的孩子,更不知道小女孩的外公是当时正在竞选总统的特朗普 梁胜凤说,我没等妖特别教他阿拉贝拉,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我倒是教了他弟弟整个手架 他阿拉贝拉在上我的第一堂课时,可能见到同学比较兴奋,我不觉得他有时妖特别的表现 据悉,当时阿拉贝拉约五岁,而其弟弟约瑟夫两岁多,也在梁胜凤的班上学习 有一次伊万卡家的华人保姆到学校来接孩子,跟梁胜凤聊起来 梁胜凤随意说了一句,我不觉得阿拉贝拉很会说中文 保姆把这句话转达给伊万卡,伊万卡尽立刻跑到学校见校长 据悉,伊万卡家的华人保姆是孩子的中文启蒙老师 孩子从小跟保姆讲中文,中文应该讲得很好 没想到竟然未得到老师的夸奖,伊万卡大概以为女儿不认真学习 才急得跑来找校长 梁胜凤说,他接到校长的电话很惊讶 校长埋怨他怎样可以遮阳说,梁胜凤于是打电话给华人保姆 华人保姆解释说,伊万卡和他丈夫并没有因为梁胜凤说他们女儿中文不好而生气 相反,他们认为,梁胜凤真实反映孩子的情况是优秀的老师 而在第二天上课时,阿拉贝拉还坐到梁胜凤旁边,说想跟老师坐在一起 这位老师表示,阿拉贝拉的华人保姆还到班上听课,做笔记 可见孩子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梁胜凤建议保姆到网上找视频教孩子拼音和唱歌 那首小白兔,白又白,就是从网上学来的 旋转木马语言学校的一个班只有五个学生 在梁胜凤的印象中,阿拉贝拉性格非常好 他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不高傲,不觉得他特别 他亲和力很强,很温暖 而伊万卡的儿子,也就是阿拉贝拉的弟弟约瑟夫 则是一个星期上三天中文课 从上午九点上到十二点,一周上九个小时课 有时候班上其他同学没来 就剩约瑟夫一个孩子 梁胜凤就跟他说中文 他也能用中文回答 小约瑟夫跟老师很轻易有人推门进来 他就跑到老师怀里躲起来 伊万卡的两个孩子,他们家教很好 不交惯,跟同学相处很好 不抢玩具很好 习惯四川成都的梁胜凤教了十多年中文 他说教孩子中文要让他们保持兴趣 他会跟孩子讲端午节 吃人长成的故事 包粽子给孩子吃 教他们唱歌跳舞 据悉伊万卡家有好几个保姆 除了华人保姆 还有习义保姆 白人保姆 菲律宾保姆 而孩子除了学中文 还学西班牙文 责任编辑张建立